你好 欢迎收看1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为了活化花莲市六期重画区内阳光电程 花莲县政府争取到4500万元 要打造成为原住民文创产业旗舰馆 县员哈尼加早召开了专案会议 还要兼具原住民流行音乐基地 原民处长陈建春表示说 会积极评估原住民文创产业旗舰馆的运用空间 并且研议规划在馆内设置录音室等音乐空间 要朝打造花莲原住民流行音乐基地方向来努力 现已哈尼加早召开专案会议 并且针对原住民创业产业旗舰馆进行讨论 包括先演蔡一静 赖国祥 简志龙 徐学艺 黄正复 林中坤 邱光明以及李正文等议员与会 而花莲在第十几位音乐团体代表也到场表达意见 北流中心的规划 然后应用他们馆内的空间 然后结合艺术 还有商业 还有市集 还有一些我们就是演出的活动 提供我们流行音乐产业的工作者 还有我们县民 一座具备有多使用的机能建筑 那在这次的定期会中 县长云诺就说 也是要组我们北流考察团 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来规划这样子 音乐工作者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会议的平台 是可以待会就是我们可以在会议中 来沟通 然后我们也邀请音乐人 还有文创工作者 然后我们来在待会的会议 来提出一些看法 光电城早日可以打造一个具有主题性的 原住民流行音乐基地 来扩大我们花灵原住民 音乐人的创作能力 让我们花灵成为太平洋主案的音乐重镇 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之后 结议并且有 阳光电城为东大门夜市商圈 是游客与消费者高度集中之处 占地力之变 可作为未来原住民音乐发展基地 强指优先规划的首选 虽然目前阳光电城预设为 原住民音乐基地为主轴 结议原民处 可以因应原住民音乐的需求 调整原规划其他的项目的比重 第二 有关县府组团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参观考察事宜 并且预设我方未来规划原住民音乐发展基地 可以遇到的问题 例如交流讨论的议题 而历次也请县府针对议会专案 落实横向联系运作机制 整合相关的联系窗口回报机制 建立各局处彼此互助的管道 加强横向资源的连结 引导各项资源有效的配置 记得终于华世伯老 组织纺 评论 字幕估计 时 评论 字幕估计 误 误